男朋友是不是一定要红过你 你才没有压力呀 不用红过我 那红过谁呀 红过我前男友就好了 你对你的前男友 有什么要说的吗 两个字 再见 真的是够霸气呀 这位前男友大概就是这位吧 前几天才在社群网址上大放闪光 说到这对旧爱 当时因为分手原因不明 文优佳又低调不愿回应 因此延伸出各种猜想 而在一年多后 优佳公开看丁文琪的恋情 让丁文琪五辜背负小三罪名 虽然多次强调追求Kiki是单身状态 但邓子齐的粉丝们可不轻易的买单 之后的邓子齐也是绝口不提林佑佳 每次被问都是模糊的带过 我始终都是同样一句啦 从好几年前第一次被人家问的时候 我就是已经说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 一晃眼也是几年过去了 林佑佳跟丁文琪两人也越爱越高调 终于修成正果 宣布将在2017年登记结婚并宴克 也做出承诺会全力让林佑Kiki感动 恩爱互动让人不得不把墨镜戴好 而邓子齐却已久单身 日前上节目时被问到男友条件时 竟参笑脱口 红过我前男友就好 让全场观众傻眼 还对着镜头像是对林佑佳喊话 但此剧却被部分网友批示炒作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对于纵爱要结婚一事 邓子齐也首度做出回忆 直言没有特别想讲的 不评论也不祝福 让不少网友猜测 邓子齐可能还未放下 当过去的都过去了 就别再乱猜 相信子齐很快也会遇到真爱的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投缘就好 投缘有缘分就好了 那是在高和帅气 和有才华的两者之间 选一个呢 以我的高度不用太高吧 才华 你一直很有才华 这脚有才华的 你觉得目前的男友 目前的男友 目前的男友 现在是有才气呢 还是帅气呢 扶着哪个标准 目前的男友 目前的男友 有吗 没有啊 我可没这么说 全娱乐 就别继续在伤口上撒盐啦 整理报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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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